在雲端白板上面第三个单元 这边的第三页 我如果今天希望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的99寸法表 这个99寸法表它的概念是这样 前面这个数字是所谓的倍乘数 那一个乘号我用x来代替 乘1乘上1等于1相乘结果 然后呢所以你会发现 前面这个数字 等于是第一列全部都是1 第二列就变成2 第三列变成3 后面这个数字都会一直重复1234到9 然后后面的这个数字就相乘了结果 再来还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这个后面都会有个TAB键 TAB键 TAB的话呢要怎么输出 前面我们讲过嘛 反斜线N是换行 拖曳次元 反斜线T的话就是输出所谓的TAB键 OK 所以知道这个概念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99寸法表该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OK 这种写法 其实你网路上找找看也一堆啦 只是说我是觉得 怎么写会比较 第一个程式又精简 第二个的话呢 那写出来的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啦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建议你可以把一个函数前面讲过的叫Format可以加进来 Format 如果你会用Format来做的话 那其实这一题就会变很简单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每一个其实它的结构都一样 前面是所谓的被乘数那乘一样 后面这个数字的话是所谓的乘数等于相乘的结果 那如果说我今天给两个变数 一个是I 一个是J的话 那前面那个数字可以用I 后面那个数字可以用J 那最后把I跟J相乘的结果来显示出来 那将来如果用Format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 再丢三个参数就好了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是相乘结果 那最后再加一个换行 加一个Tab 那就可以把最后结果做出来 那可是要怎么写会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第一个请各位一样 就是在这个SRC上面 一样在按右键 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Mardule 那个Mardule名称也比较九十十八表 OK 那再来的话程式该如何赚钱 因为刚才写完就程式这么少 总共几行 不过是四行而已 只请给各位看一下 OK呢 非常OK 程式真的不多 很多东西程式并不复杂 但问题就是说 你要能够在程式里面不能写出任何东西 那第一个要怎么去写这个地方 那我是建议一般习惯是这样 如果以比较复杂的这种程式输出的话 将来也许你要输出一个比如说从资料库或者网路上捞一个东西 他最后一定要输出报表嘛 那个报表可能就像一个表格的结构的话 那你可能是需要什么 先思考一下那我怎么怎么写的我先跟各位讲 我们先野心不要这么大 我们可以先输出其中一列就好了 我一列出出完之后 我再去思考其他列 你不要说 我一下两个一起出出 太困难 也就是说你回圈 特别是说 一定先写其中一个回圈 多半是写里面那个回圈先写 再写外面那个回圈 OK 两个回圈把它加在一起 写起来会比较简单 你不要野心那么大 一下佛阿姨要佛追 两个一起写 那真的有的时候你就卡住了 我们先写一个 我把那个比较简单的写法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老说真的 会写的人 可能就一下就把它写完了 自己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困难 是会写的人真的不觉得困难 但是不会写的人就觉得 哇 老师你写完了 我都还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你就写完了 OK 所以我们分解动作好了 就像那个武林高手 他打那个招式 他啪啪啪一下打完了 很厉害 但问题你要加慢动作 Slow motion给你看 什么Slow motion 他根本有些时候 他是很流畅 循云流水就写完了 OK 你说叫他慢动作 他可能怎么慢 他一定要循云流水 OK 不过我觉得这样 还是要慢慢学 所以我把它分解给 1 我们先输出第一列 第一列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会发现 前面一定都是这个1乘上 1乘上 有没有 后面这个数字会变 在后面这个数字我用forJ好了 forJ 通一个in range 通一个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 刚讲一个清单 1到9 那就1-10 我们后面加一个冒号 enter一下 意思下面这行叫print print什么东西呢 print一个字串 开头一定是1乘上多少 1乘上后面的话 然后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string转型 把J放进来 这样的话好像有点接近 然后后面再串什么 串一个加什么 一个等于 然后再把结果 结果是什么 串一个什么呢 1乘上追的结果 所以1乘上追的结果 然后后面还要再加一个什么 再串接一个什么呢 串接一个tape键 因为如果没有加一个tape键 它会粘在一起 所以tape我刚刚讲 反斜线T 前面不是讲过 换行是反斜线N 如果你是tape键的话 就反斜线T 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们来试试看 应该可以看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会发现把J放进来的话 它一定是1乘上这个数字 所以你会发现 然后等于有没有 所以我是看这个 去把它做出来的 这个写的方法 就是把这一个 一个先做出来的结果 然后模拟把它print 所以1乘上 后面这个数字会变 用J来代替 1一定要串 所以一定要先转型 再串 等于一定要用串接 串在这个中间 然后相乘的结果 再一个这个一个tape 反斜线T OK 好 D列 大概就完成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你执行应该就没问题 我们来执行看看 第一列会不会成功 执行 看一下 哪边有问题 有问题 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打错 有啊 type 2 有没有 1乘上 这个还是要转型 所以加一个string转型 把最后乘完的结果 一样要转成3 否则的话 它没有办法串接 特别之后 这个前面有讲过 一定要转型 刚刚有讲过 你用逗点 不过逗点的缺点是中间会加空白 空白就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不要空白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只能用这个方法 把它执行 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有接近的 有没有 1乘1 等于1 有个type键 但是呢 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 什么问题呢 它变成 这个地方多个换行 帮我换到这边 换行到这边 那为什么会有换行 凶手在这里 printed 因为printed本身就是你只要printed 然后最后会多帮你换行 好像前面有讲过嘛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你每输出一次 那个换行不要帮我输出的话 我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 加一个斗点 然后给它 最后面那个换行不要输出 好像有讲过 end 等于什么呢 空的 空的字 意思是说 帮我把尾巴的那一个换行 清除掉的意思 所以加一个参数 尾巴的那个换行帮我清除掉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会帮我换行 这个行我记得有讲过 就是说 可能有些同学已经忘记了 好 再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这样的话呢 第一列有没有成功 第一列成功了 有没有发现 1乘上1等于1 一个type 再换2 一直到9 那一列成功了 再来的话呢 底下 只要怎么样 把前面这个数字 改成什么 i就好了 那怎么样改i OK 请各位第一个先做吧 如果你第一个做出来 后面就简单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拍成 要输出一个表格 输出一个报表结果的话 其实不要急着说 你想要全部输出 那一定挑战性太高了 你可以先输出 一列看看 一列OK 那再来全部慢慢输出 或者是那个变化很大 你可以先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慢慢一个step慢慢完 这应该挑战性就比较低 OK 好了 画面先还你各位 试一下 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只是说 虽然 城市真的字数不多 但是每一个地方都不能错 最麻烦 最麻烦 OK 而且他很了解 因为像我刚刚就是找一个动作 转行忘转 就错了 所以 而且他串接一定是加号 VBA的串接是M的符号 不太一样 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串接 如果这些东西 你都能够很熟练的 很直觉的 就把要的结果打出来的话 我跟各位讲 不只你证照考试很顺利 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 也是很顺利 其实没有办法 像城市 你将来要能够熟练 其实说真的 我想这种东西也没有所谓的捷径 像这种怎么有捷径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熟 其实我跟各位讲 就是我比你熟 我可能打了城市 可能打了几千次几万次 所以已经是 还有没有别的结窍 另外就是说 尽量抓到药理 我都是理解的 我不是死背 OK 那你慢慢慢慢你就越来越上手 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脱离那种 以前的那种土法链纲 其实我们应该讲 那个所谓 不过以电脑的分阶段 那个算是使用电脑的这个什么 新石器时代 就是你用错工具 你的效率一定差 像现在你说 为什么口罩可以生产这么快速 一定要自动化 为什么可以自动化 其实它道理也有点像跑个回圈 你不觉得吗 回圈就是它自己 有没有 只是说那个回圈 它是无穷回圈 一直跑一直跑 有没有 除非你把开关关掉 否则的话呢 它就一直跑 这道理其实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 以前你在做事情 你变成说 你像口罩 你变成一个一个慢慢做 那怎么做得出那么大的量 那你势必要想出一个方法 可以让它自动化 那我们现在学习回圈 其实就是让你的资料 可以让它自动化 那将来你就可以 建立一个所谓的资料生产线 资料生产线建立之后 你就报表生产线就完成了 你将来要产生大规模报表 就瞬间就完成了 对不对 你资料倒进来 然后你自己再把它分成不同程式 去做逻辑判断 再用不同的逻辑输出 那不就输出到你要的结果的地方去 看你是要输出文字资料 还是要输出图形化的 视觉化的结果 其实也只是将来后续所做的动作 那请各位 第一个部分先输出一列就好了 我们阶段性 再来第二阶段就是 外面再加一个I的回圈 那这一题就搞定了 虽然看起来真的还蛮困难的 可是如果你用对方法 我觉得导也没有那么困难 待会还是要会用到一个formate 所以我一直强调formate 你一定要好好学 重要的部分 因为formate如果会的话 这一题其实不算困难 我们试一下 再见 谢谢大家